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主持人志远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之初的原则和目标声明 表明它是一家私有的非牟利基金会 致力于协助全世界的民主机构的发展和壮大 自1983年创建以来 该基金会一直坚守在全世界各地为民主而奋斗的前沿 不过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环球时报则指责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缴合世界 推动颜色革命的影响 频频资助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 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那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 它所推动的民主理念到底是否具有普世价值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运作的话题 我们为您邀请的嘉宾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负责亚洲中东及北非项目的副总裁路易莎格雷夫女士 路易莎格雷夫女士在节目中讲英语 您听到的是同声翻译的声音 在节目进行当中 欢迎各位听众 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参加讨论 向来宾提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美国之音为您提供的免费电话是10810 然后播866-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地方 您可能要先播108-710 然后再播866-837-5161 另外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来参加讨论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US新闻at gmail.com 现场直播 及时扣印 关注国际局势 掌握国内动态 电视广播同步播出 一个直接对话发表意见的平台 全面客观 把握时代脉搏 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 好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演播现场 格雷夫女士 欢迎你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您邀请我来 那前面介绍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那么就是中国的人民网 环球时报 这是官方的媒体了 说这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主要资金是来自美国政府 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 向各国渗透 甚至说是 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另外一块招牌 那么对于中国的官方媒体的这种说法 你应该给一个怎么样的回答呢 就是说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谢谢您问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的 独立的一个非政府的组织 它是不是受美国政府来控制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董事会 是完全由这个私人来组成的 其中有几个这个国会的这个成员 那他呢 资金来自于国会是有意这样做 因为呢 让美国的公众呢 来支持那些全世界各地追求民主的人 所以呢 他有一定的这个公共的这种性质 因为是有这个纳税人的款项来支持 但是呢 他是一个一个这个私营的一个组织 而且他是非常透明的 而他和这个中情局是完全没有联系的 那么在世界范围内 就是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到底做了哪些工作 比如说像东欧的一些巨变 像历史就是说二十年前吧 就是说从柏林墙倒塌 前苏联的解体 以及近些年的 这个东欧的一些国家的 所谓颜色革命 跟你们有没有关系呢 我在这里想要澄清一下 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并不出资来支持革命 我们也对于任何国家要解体呢 一点都不感兴趣 我们呢 是和我们是非非制 支持那些非政府的那些组织 他们呢通过民主的手段 来追求民主的目标 也就是都是和平的这些活动 完全是用劝说的方式 来呃 在政治体系当中实现变化 并且能够推动在社会当中的民主的价值 所以我们支持这个在东欧的很多的组织 那些组织呢 是监督人权教育这个公众 对于人权的理解 他们理解普世的权利 还有呢 所有这些这个联合国下面的这个各个国家呢 他们都是签署这个 这个世界的这个人权宣言的 那么这个人权宣言呢 它是一个基础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他支持所有这些想要实现这些 这个公民和社会权利的人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中国的官方媒体呢 他还说是 NED就是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 是频频的资助民运 藏独 东突 等各种反华势力 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 那么对于这种说法呢 呃 您怎么回答呢 或者说我们具体一点说 就是说 呃 在西藏问题上 比如说2010年 就是今年的2月呢 呃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 授予西藏精神领袖呢 达赖喇嘛 以民主服务同志奖章 在这之前呢 那个达赖喇嘛 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 举行了四人的会谈 那么之后呢 就是得到了这个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 这个民主服务奖章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授予 达赖喇嘛这枚奖章呢 首先我要说的是呢 我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不支持所谓的反华的组织 或者是反对世界上 任何一个国家的组织 我刚才讲过 我们支持这些非政府机构 那些想要推动 自己社会内民主价值的 这些组织 他们应该选择 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这样做 那么谈到中国呢 有很多中国的公民 在进行维权的运动 那么当然 这包括西藏啊 以及藏族啊 以及维族的 还有汉族的人的这个权利呢 也应该得到维护 那么的确我们支持了很多 这个支持西藏啊 以及维族人的这个人权的组织 因为呢 我们需要一些 专门理解这些这个当地语言的人 那么 而且呢 这些地区呢 在中国呢 从法律上来讲呢 是自治区 那么 那么 那很多人理解这个 比如谈到达赖喇嘛 很多人理解达赖喇嘛 是这个 藏传佛教的这个领袖 而且他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另外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 这个中国人呢 对于 藏传佛教很感兴趣 外国人也很多人 对此感兴趣 感兴趣 那很多人呢 可能也知道他呢 他是支持这个人权和民主的 那么他 知道 一个 要改善人类的这个 生存的这个条件呢 一定要改善 他们的这个人权状态 那么我们给他这个 讲章 是要确保 人们理解 达赖喇嘛 对于 这个人权的贡献 不单是为了这个藏族人 而且呢 是为了世界上的 每一个人 他 希望支持 世界上每一个人的 这个努力 来实现他们的 根本的人权 那么在这个 新疆的问题上 我们知道呢 就是说最近的 这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 举行了一个 中国汉族与维族关系 前途的这么一个研讨会 那么你们举行这样的 一个研讨会是 出于什么目的呢 是为什么要举行 这样一个研讨会呢 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也就是说 这些 我叫你 这些研讨会 都不错了